在今年的行业教育中又宣布了一个载移动游戏产业的协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回顾 英国科技公司Kin是目前流行的糖果传奇游戏的开发商 美国游戏发行商动视暴雪表示 计划收购Kin 预计明年春天可以完成收购 斥资为59亿美元 本次收购将会给动视暴雪带来全球200多个国家 超过5亿的活跃用户 这其中就包括来自于使命召唤 魔兽世界和吉他英雄等游戏用户 动视暴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暴雪说道 除了YouTube和Facebook 再也没有更大的网络游戏公司了 在收购完成后 动视暴雪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拓展网络业务 这对网络游戏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预计2015年其营收有望达到360亿美元 预期在调整后的收益增长将会为30% 而与Kin去年在纽交所上市的招股价22.5美元相比 目前来说股票价格为每股16美元 游戏糖果传奇的表现一直是很不错的 但是今年从游戏所得的收入正在下跌 同比第二季度跌幅为28% 然而鲍比认为收购Kin公司是看重的其长期发展的潜力 这是一笔伟大的收购 希望可以创造和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游戏 根据了解 Kin将继续以独立子公司的模式运营 现在的CEO里卡尔多也将继续会担任公司的领导职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